平坡部分的話,總共有三個要點,可能要大家注意一下 第一個就是大概我剛剛提到,你可以延伸其中報告的主題 但是要加入那個VBA,是應該或聚集啦,或OK 這個可能改一下,或好了 就反正你至少要讓我知道說,你有寫到那個程式部分 OK,然後呢,最好是下載,我們剛剛練習的,下載資料 然後並且能夠做出像那個自動繪圖 那自動繪圖的話,就我們上個禮拜講的 比如說你可以畫那個像美元折線圖 那你如果說,老師我沒辦法畫這麼多個,像我剛剛是全部 你說老師我只能畫一個,沒關係你只要有畫圖啦 就至少你有達標了,至少讓我看到你有努力 不然的話你一個圖都沒有,那可能就算少 至少啦你做做看,OK 那再來的話呢,其實喔,其他部分你說,老師那我要選題 我不知道要選哪一些啦,其實很簡單就是說 像我是覺得投資理財其實還蠻多可以找 像我們剛剛的那個練習題喔 其實你可以像這個嘛,每日外匯參考匯率喔 底下其實還有一個什麼呢,服務分類,它有分類耶 那你可以按照分類,像那個分類是投資理財 比如說你想要找投資,那我習慣是會按照它的什麼 按照它的瀏覽次數 比較多的,表示比較多人 或者是說下載次數也可以啦 這個是瀏覽次數 然後下載次數也是一個指標 就是說,表示說越多人會使用到這個資料 那我用瀏覽次數好了 那最多人看的資料一般是什麼 個股,日收盤,也就是股票嘛 上市公司等等的 然後,比如說其中有一個好了 像那個本國銀行排名 我就對那個,到底哪一家銀行在台灣排名是最高的 然後呢,到底為什麼排名最高 原因何在 它有沒有哪些欄位 所以我蠻好奇的 OK,那應該大家蠻好奇的 台灣哪一些銀行 是排在最前面的 那我們就點擊這個,笨鍋 我是從那個什麼 投資理財 就是我從 剛剛的那個 範例底下有一個分類 那我把它分類這邊,底下有個投資理財 那我是按照那個瀏覽次數 由多到少 那其中 應該是第一頁的倒數第二個吧 就是本國 或者你甚至你可以在搜尋地方 查詢本國銀行 排名表也會出現 那它給的欄位有哪一些 它給的是什麼 它這家銀行的那個禁止 還有資產 其實我比較有興趣說 它的分行 比如說哪一家銀行的分行數是最多的 然後 放款的餘額剩下多少 這些資料 金管會都有在監督 所以其實 以那個銀行 這個安全性來看 我是覺得 台灣銀行的體質 基本上應該是還OK 那我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其實 台灣目前 有三家是存網銀 所有的存網銀就是 一家分行都沒有 也就是所有的 分行 其實也沒有分行的概念 它的銀行就在網路上 在雲端 在手機APP裡面 好像它沒有透過網頁 它是透過手機 那這三家的話 其實我還蠻有 所以你可以檢視 這個是UTF8 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所以 第一個 假如我希望可以把它抓下來 那當然 我們如果按照剛剛的那個範例來看 那第一個 如果你要 比如說以這一題來 那你就第一個 先開一個 空白的活躍部 第二步的話 就是把剛剛的那個 程式貼過來就可以 那我把剛剛 這個我們新增的這個 是活躍部1 那在這裡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呢 我們就把 剛剛講的這個範本 也就是這個地方的這邊有匯率下載 把它Ctrl C 這一段 那我剛剛講改兩個地方 其實就可以把資料下載 那你把它貼過來 那首先就是他 這個TEST分號後面這邊 就把網址給他 那網址在哪裡 我們看一下 網址就是本國 這邊有沒有 資料下載網址 所以你就會把這個網址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呢貼到 我們的這個 TEST分號 分號的右邊這邊貼上 王址給他了 第二個的話就是 什麼 file pattern form 這後面的話 我講過如果是BIG5 就是數字就950 那本國銀行 這是UTF8 所以記得你就是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叫做65001 這樣就OK了 好 那理論上 改完之後我們就可以執行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成功 資料下來了 有沒有 但是欄寬沒有調整 欄寬為什麼這麼寬 所以最後的話 如果你要更貼心 你可以再加一個叫欄寬自動調整一下 COLUMNS 就Colens 點AUTOFIT 自動調整 自動調整欄寬 就叫AUTOFIT 那當然你也可以 跟他講哪一欄 不過我想 就這個全部好了 OK 把它執行一下 看欄寬會不會自動調 不過你會發現 調完之後為什麼變這樣 原來 他為什麼那個A欄 其實 第一個欄為為什麼 其實Ctrl向下 原來這邊有多一個 有沒有 這一列 這一列多餘的 所以這一列是哪一列 1173 所以其實你可以先在這邊 先把那一列 那一列叫做Raw 加S Raw是哪一列呢 1173 對不對 把它delete掉 因為這一欄不要 點delete就可以了 這樣他就那一列就不見了 然後你在AUTOFIT 他就會 調好了 OK 試一下 有沒有 他這個 就有了 但是 他的年很 很妙 他是104年 全部 105年全部 106年 所以其實我們只要111年 所以有 今年 應該 對 對 今年的 所以其實你可能還要多做一個動作 就是 留下111年 你可以用資料裡面的篩選 篩選有點像漏斗 那你可以游標先放在年 然後篩選一下 篩選什麼篩選 很簡單 這邊下載 這邊有個箭頭 把全選打勾取消 留下110年的 這個時候的話 就只有110年 那你可以把這個資料 Ctrl-Shift向右 Ctrl-Shift向下 然後 意思是說把110年複製 Ctrl-C 然後在這邊 增加一個新的工作表 輸入110年好了 然後把它貼過來 這樣就會只留下什麼 今年度的 好 那我們其實就可以把資料 抓下來 抓下來 不過好像多了一個動作 當然你要 再把那個什麼資料 Ctrl過來這個動作 如果你可以寫成VPS 如果不行沒關係 你手動一下也可以 好 那我們已經有資料了 所以呢 我們可以再來畫圖 我希望畫什麼樣的圖呢 比如說 到底 哪一家銀行的 資產進額 最高 最高的話 就是這一家 應該沒有意外啦 台灣銀行 然後這個是什麼 中國信託第二名 第三名是兆豐 合作金庫 國泰四華 台北富邦 這些都 不意外啦 都比較大的銀行 OK 那比較特別的就是說呢 國內的分行數 國內哪一家銀行的分行數最多 如果假設啦 你想要知道的話 有個方法 游標放在 K1的地方 上面有A到Z跟D到A 有沒有 你可以把它Z到A一下 Z到A的話就是 高的在上面 低的在下面 看一下 哪一個銀行 分行數最多呢 合作金庫 不過 很奇妙的 他排名怎麼有兩個 金庫 三個 因為他分三期啊 三個季啊 就是一月到三月 三月到六月到六月 所以他還分季的 那所以到時候可能篩 那你們到時候篩選 可能還要再把什麼 哪一季的資料抓 應該是 九月的抓下來最新的 所以這個資料如果你要 再篩 那你可以什麼 先找一百 這個 先找 今年的 然後再找這個 三季 你就找九月就好了 那一樣 再把它 游標放A1 Ctrl C 那這樣的話 就會留下 只有 今年最近的這一季 然後把這個資料 就把它先清掉 重新再delete 重新再貼好了 那留下的話呢 就會是最新的資料 Ctrl C 然後Ctrl V貼上 還有了 那一樣 我們剛剛就有優標放A 然後K1 貼管D到A 那這樣應該就只有一個 有沒有 排名 那可以看得出來 國內分行數 最多的 就合作金庫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 你們要方便 就是半夜手續 分行數最多 就是 至少合作金庫 開戶應該是 而且 它分行數 好像比別人多很多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要有國外業務 這邊有什麼 國外的 那如果國外業務最多的話 你也可以按照什麼 國外是不是什麼 分 是嗎 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它是辦事 代表人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其他分支購 如果假設用這個排序 日到A看一下 最多的應該是這一家 這一家是哪一家 中國信託 所以國外業務好像中國信託比較多 OK 那不過其中 你會發現 分行數 國內分行數 如果你日到A 最多是合作金庫 可是最少是哪一家 最少就是這三家 你會發現 它國外 在國內都沒有任何的分行 零家 為什麼 因為這三家 剛好就是 台灣 這個 有三家 存網銀 所謂的存網銀就是 它沒有分行 哪三家 第一家就是 連線 連線應該知道哪一家吧 英文名稱叫Light Bank 應該知道吧 Light Bank Light應該大概都有用 Light 開的銀行 連線銀行 那看一下 那它排名是哪 它排名34 第二家樂天 樂天日本的 有有關 樂天銀行 而且其實 這一家我有辦 因為為什麼會辦 因為它有個誘因 很大的誘因 就是 沒有 我不敢這個信 這是沒有 沒有這個信 我最大的 因為我會辦的原因 是因為 我可以把 錢存在他們的 銀行 戶頭裡面 然後它有一個 就是提款卡 我可以直接到日本 任何的ATM 直接就把我 台幣 提款的時候可以提日幣 它會自動 幫我轉換 然後呢 它沒有手續費 好像 有八次 一個月八次不用手續費 那理論上應該 我想提款不可能提到 超過八次 我覺得夠了 而且匯率應該是還不錯啦 只是說我還 沒有試過 還蠻想要試試看的 但一直都還沒有機會 如果有試的經驗 我之後再跟各位分享 其實還 因為我之前跟各位講過啦 其實如果你出國 像是日本玩 最省的 就是開個 這個日幣的戶頭 然後呢 買的時候是買那個 用App 手機App買 是最低價 就是匯差最少 然後再辦一個雙幣卡 它直接就扣那個最低 它沒有手續費 這樣是完全是 最省 而且 你可以在 日幣最低的時候 買進日幣 然後呢 在稍微高的時候 去消費的時候 你會說 好棒喔 你都是 花的錢 都是日幣最低的時候 買日幣有個缺點 就是 沒有利息 OK 沒有利息 所以我一般不會買太多 另外一個就江萊 江萊銀行 江萊銀行 我前面好像跟各位講過 江萊銀行 就是中華電信 為主的 其他幾家企業 所籌資的一家 銀行 那這些銀行 我覺得你們不妨 如果你 假如 沒有那種 一定要分行的迷思的話 那其實我覺得不妨 你們可以 慢慢看 那這個資料如果下載 所以你們第一個 資料下載 下載完之後 我是利用有一個 功能叫篩選 篩選的話 我是因為 它很多資料重複 年跟月 有沒有 所以我就是篩選的時候 第一個先取它的 110年的 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是 再次取它 三劑裡面的 第三劑 三月 六月 九月 然後再把這個資料 另外開一個空的 工作表貼過來 貼過來的方式很簡單 記得 全選 全選機的游標先放在A1 Ctrl-Ship向右 再向下 Ctrl-Ship向右 當然如果你用滑鼠去選 選到最右邊也可以 只是我覺得 這樣會比較快 Ctrl-Ship向右向下 Ctrl-C 然後再把它貼到一個 新的工作表 把它貼上 這樣就會留下 今年最新 這一季的資料 OK 再來如果說我今天想要畫圖 比如說我想要畫什麼圖 哪一家銀行 的那個 比如說哪一家銀行 的 那個什麼呢 它的 金額最高的 由高到低幫我畫圖 那當然啦 你如果要畫圖 你不用 挑 但是如果挑前十名的 前十名畫個直條圖 那怎麼畫 先選 銀行別好了 比如說選 前十名 然後再選 第二個按Ctrl-鍵 再去選 淨值 然後新台幣 再把 等於是這兩個範圍 選起來 那記得喔 一定要包含它的那個 欄位名稱 銀行別 跟它的 金額 那如果我今天要畫一個 直條圖的話 先把這兩個範圍選起來 記得啊 跨第二個範圍按Ctrl-鍵 OK 按Ctrl-鍵之後 再去選這個範圍 那選完之後呢 再利用插入 這邊有個直條圖 選比較基本的直條圖 有沒有 點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就會出現一個圖了 叫做 淨值 新台幣 那你可以馬上看出來 喔原來這樣子 哪個最多哪個最少 所以喔 待會如果我希望 可以把這個圖 畫在哪裡呢 畫在這個地方好了 比如說 每個欄位就畫個圖 那直接幫我擺在我想要擺的位置 那該怎麼做 其實跟 上個禮拜做的 其實有點類似啦 只是說 這個地方 我不希望 用圖法煉鋼 因為 假如說我今天喔 如果要把 這邊後面還有幾個欄位的圖 也分別把它畫 繪飾成直條圖的話 那當然很浪費時間嘛 所以如果用 程式來做的話 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 這個是延伸練習題 記得是在那個什麼 開放資料裡面找 本國銀行排名表 幾個方法啦 或者是說你可以找那個 本國銀行 這關鍵字 如果你記不太起來找 搜尋這邊也可以啦 本國銀行 有沒有 這邊就出現 本國銀行 這邊有 第三個就是了 甚至還有什麼 銀行的 放管 統計表啦 什麼等等的 其實這資料還蠻多的 我覺得 OK 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